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概念 这个很深刻的概念 它是以人为本 大家听明白了 以人为本 为中心 这是那皇帝四千五千年 不知道没算过细数 算数不太好 那个他是以人为中心 以人的时间 以人的生活作为中心 他的生命为中心 这么来看 结果就因为就想起来不对啊 还有三颗呢 天王星 海王星 闽王星 就去查 结果那是在 大概应该是在 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之后 才发现了天王星 海王星 和后来1930年发现的闽王星 而他的命名呢 是西方人的命名 而这命名本身呢 又来自于神话 结果在查证的过程中 再次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那按照西方的标准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说呢 是13世纪到16世纪 按照绘画的角度和艺术的角度呢 他是以出生在威尼斯的提香 提香是画画的 以他的失事 失去作为一个标准 那就是17纪纪年 所以这是不同的概念 但是他这里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 范围更大 就包括了坦丁 包括了哥白尼 包括了更多范围的 文艺的 文学的 艺术的 这样不同部门的创作 在13世纪到16世纪 走向了鼎盛 而这个鼎盛的结束的标志 是新教的产生 他说是叫新教的产生 我看的介绍是这样 有朋友肯定比我知道很详细了 但这里就提到了一个哥白尼 哥白尼 2006年才发现了他的尸首 大概70岁左右死去的 而哥白尼最著名的就是日新学说 对吧 不叫地新学说 那我们读书都是这么读的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 现代科学的 就是哥白尼的日新学说 推动了科学的 影响到现在的科学的开始 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个标志 成为标志 那太阳为中心 行星围绕了他转 围绕了他转的星星是行星 那这个概念对我影响也非常深刻 那这就这么回事 这是真实的 结果现在的我个人的看法 现在的我在当时 在看那个问题的时候呢 哎 感觉上是不太一样 当时反对 当时反对哥白尼的 主要来自于天主教 那主要来自于天主教 而哥白尼逝去之后 一五几几年死的 逝去之后 然后就出现了新教 那文艺复兴结束 新教的产生 其实就是对天主教的一种抗争了 应该是这么说了 否则的话 怎么会在同为白人的西方社会中 欧洲社会中会出现新教呢 他从物质的角度 认识我们生活的环境 太阳是在中心里 九大行星围着他转了 所以提出了日新学说 那原来的概念叫地新学说 是从宗教的概念去引导 而宗教的概念引导 它的中心是什么 皇帝也是 对吧 中国的皇帝 那你立法一直用的他 那二十四节气 这些都跟他有关呢 有人说他是迷信 没关系 你今天用的东西是迷信呢 对吧 冬至夏至 对不对 那你就这么回事啊 过年 那你 这事就这么回事了 那你谁也没抗争过 他就这么来的 地新学说也好 皇帝当时传下了金木水火土加日月七个 也好 他以人为本 以人的生命为本 这是本质上的区别 而日新学说 他强调了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 没错 完全是对的 从物理的角度来讲 有形的这个物质角度来讲 他却注重了外在 把人偏离了 把人偏离了 而传统的东西 却是把人内在的生命来源作为中心 按照皇帝的说法 金木水火土 五颗星星 五颗星星 围绕着地球转 地球上有人 地球自己有个卫星 月亮 而地球带着自己的卫星 又围绕另外的太阳转 一里一外 月亮如果叫里的话 太阳叫外 如果太阳叫里的话 月亮叫里 如果太阳叫里的话 月亮叫外 这是我纯粹我个人的理解 但是如果相生相克存在的话 月亮因为是里 它是阴的 太阳是阳的 才能簇拥着地球的存在 所以这就是你以什么为本的问题 我也没学过 我刚才突然想到 别当回事啊 看节目吃饭 当个笑话 所以新的一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step into a divine land full of ancient wisdom and timeless beauty where heroes become legends goodness always prevails 金正南并非死于心脏病 身体没有针孔 没有伤痕 马来西亚卫生部长召开记者会 表示金正南的亲属没有到医院认识 或者检验DNA 所以目前不能确认死者身份 或者死因 解剖团队已经完成了检验 没有进行第二次验试 在吉隆坡 那马来西亚当局对管理金正南尸体的太平间 加强了保护 那越来越多的人猜测 金正南的儿子金韩松 已经前往马来西亚去认尸体 那但是他只是没露面 我昨天看到他在机场的照 被人照的照片 而同时马来西亚当局拒绝了朝鲜大使馆的要求 没有交出金正南的尸体 外交风波依然在持续着 那这里有看到的就是配有重武器的警察 抵达保管遗体的吉隆坡医院 还有多辆无标识的车辆尾随 那马来西亚同时拿出了四个朝鲜人的照片 要求朝鲜配合呢 要抓捕这些人 那有报道说 说为什么借助了两个女孩子 一个越南人 一个印尼人呢 是因为朝鲜人 朝鲜人呢 包括他们在这之内 一听是金家的 吓得就能尿尿 所以他们下不了手 他们下不了手没办法 只能找那两个傻女孩子 那是不是咱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理由听起来 有点像那么回事 法国费加罗报报道说 北京严厉制裁平壤 他说北京对平壤实施严厉经济制裁 是在朝鲜发射导弹和金正恩被杀之后 中国宣布截止到今年年底 全面中断进口朝鲜产的煤炭 那中国明显的强化了对朝鲜的一贯立场 并且对这一历史上的盟友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金正恩杀掉金正男 终于突破了中国的底线 这是他的关键所在 中国在提高声调的同时 并且向华盛顿发出信息 那因为美国当局星期五呼吁中国 要不惜一切努力遏制朝鲜 今天的说法就是 习近平已经失去了遏制朝鲜的任何的工具 对吧 金正男死了 那当把煤炭断绝进口的话 不让他进口的话 那就造成了金正恩 你等于是掐了他脖了 昨天川普任命一位军事战略家为国家安全顾问 川普星期一任命陆军中将迈克马斯特 为新的国家安全顾问 这位军事战略家的整个的职业生涯 都是在美国的武装部队度过的 文章讲说川普在宣布新的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 是在佛罗里达的 同时还提出了另外一位退休的陆军中将 叫做凯洛格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总参 而新任命的这位中将目前是陆军能力整合中心的指挥 这是一个陆军机构负责将作战能力纳入部队和其政府机构 所以川普在包括叫做凯洛格在内的至少三名候选人中 选定了选定了迈克马斯特 长城 北美票房惨淡 万达面临的尴尬境地 上周末大连万达制作了第一部巨资投入的电影《长城》 但在北美影院遭遇了滑铁炉 那使着这个希望成为全球影视巨头的中国集团 面临着尴尬的境地 数据票房对比 说消耗了1.5亿美元制作费 上千万美元的营销的长城 估计在美国和加拿大仅收得票房1,800万美元 更糟的是 在去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 王健林曾经告诉美国电影业的高管们 他们需要提高电影的质量 但长城大部分收到的评数都是负面 仅有的几个正面评价说 这个电影太匪夷所思 所以一定不能错过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